素材 是这么匮乏的 当你在刷APP时 酷炸弹出了一条游戏广告 仔细一看游戏的名字叫亮剑 心里想有搞头啊 右下角四个大字正版授权 他就这么一说呀 您就这么一听 最主要的还是意大利炮深入人心 下载好安装上 游戏提示你无福可上 游戏下载至今已经半个月了 从未变过心 那这游戏广告做的真是白花钱白造罪 然后是继范伟的神将十年抽之后 小沈阳代言的争霸天下 一分钱不花绿木戏貂蝉 当你按捺不住内心喜悦的时候 这有什么好喜悦的 点击了立即下载 系统直接告诉你下载失败 就好像一个渣男撩了你 你心动了 他又回头告诉你 不配和他在一起 好渣的游戏啊 这就导致了素材的匮乏 所以 大家好 我是王凯 一名缺素材的艺术家 今天咱们玩点萌的吧 好不好 这款游戏名字叫行走大师 各种各样的物种踩高桥 就哪是正经动物该干的事啊 首先第一位选手 大眼流惊的山羊 看着眼神 我看学习资料的时候 都没有这么专注过 空着两根高桥向前走 第一关都是宋儿体 谁要是摔倒了 那可真是棒吹 棒吹 摔倒四五次之后 我已经可以正常走路了 我就是个天才啊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迈步距离控制不当 比被水淹没还可怕 看着与世无争的眼神 对杨生有了新的看法 第一关 看什么都新鲜 即使摔倒在村葬点上 脸上也会洋溢出满足的喜悦 这杨也太可爱了吧 Up忍不住点了一份羊肉泡馍 每当走过一个大坑时 总要驻足停留 休息一下啊 顺便拉个胯 走过火坑的时候 总想让自己变得更成熟一点啊 结果没火就凉了 Up玩到这里 忍不住把头养成四十五度角 这样才能不让眼泪流下来 解不造色我吗 还能在坑里看到熟悉的面孔 知物大战将尸的诗人花 偶尔也会做做兼职啊 如今脚踩这么长的高桥 干嘛不戳他一下嗓子眼呢 不作死就不会死 花五十枚硬币 可以随即购买人物 没想到新人物如此骨感 霸量却如此真实 是否可以在坑边的木柄上 做一个完美的弹跳 否 过河被诗人鱼咬中了大话 幸亏是比较骨感 不幸中的万幸 其实五枚硬币 随即购买了一条小丑鱼 哎呀是真的丑哦 虽然尾棋短 但是步子依旧豪迈 被好多用椰子打中的时候 韧性强烈的尾棋 能拉住高桥 呃 昨天晚上熬夜了 这条鱼万万没想到 自己有生之年还能披个岔 看他自己也很惊讶 过河时能够仔细观察 木桩的年轮 呃 昨天晚上熬夜了 当浮动的木桩变成鳄鱼之后 奇妙的效果就出现了 硬气功高敲慈眉心 总之怎么成功的卡成一个直角 花75枚硬币 随即购买了一个马桶 看样子是二手的 向前走的时候 马桶的尖会掀开 那真是吃了不干净东西了吧 讲道理来说 这条视频不应该这么短 怎奈up的手只能玩到这个阶段 这款游戏对于我来说 还是太难了